大家我是懒人芳芳,包菜别再炖粉条了,试一下这种做法比炒粉还要香 五花肉,清洗干净后把它切成小块 这个猪肉买回来的时候还是热的,非常新鲜 水开后放入粉条,把粉条稍微剪一下 不然太长了,吃的时候不太方便 大概烫个三四十秒左右就差不多了 三四十秒后把粉条捞出来 要调一个酱汁,碗中放一些生抽 一点点老抽,蚝油 白糖 把它搅拌均匀 重新起锅放一些油 也要放入五花肉 把五花肉煸炒出油 五花肉炒出油 然后放入大蒜和小米椒 接着翻炒几下 然后放入包菜 接着翻炒几下 再放入粉条 放入提前调好的调料 接着翻炒 把包菜炒去炖生就可以了 看一下像这样子就差不多了 这个粉是已经烫过了 所以熟的比较快 出锅 看一下这样一道包菜粉条就做好了 比外面的炒粉还要香 荤素搭配 放了很多包菜 吃的时候一点都不会腻 喜欢就试一下吧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